全球变暖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们正面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 坦白地讲如果我们让畜牧业继续发展 那么我们所有改变能源生产方式的努力都将被抵消 这是相当紧急的挑战 根据气象学家所言 这真的相当紧急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立即行动 大家从科学证据和联合国报告中都已经知道 畜牧业产生大量甲烷 还有氧化亚氮 这种气体的温室效应大约为二氧化碳的300多倍 如果能停止导致全球变暖的最严重的噪音 也就是畜牧业停止饲养动物 那么我们就能拯救地球 我们必须停止杀人或杀动物 我们必须停止生产动物产品 而且必须停止使用生产动物产品 三个停止 停止杀生 停止生产动物产品 停止使用动物产品 当然还要停止吃肉 这样就不会再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 我们就可以大量减少空气中的污染 并遏止全球暖化 我已经说过 这几乎可以立刻停止80%的全球暖化 而且在数周之内 我们就能见到成效 开始吃素 加入环保 拯救地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